好 昨天立法院开议了 我们看到了在野党 在省预算这个部分 某种程度是退回了 而当天晚上 身为党主席的赖清德 立刻就宴请所有的律委 所有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他说了 再也非理性杯葛 将会受到民意的批判 某种程度 他也在杯葛在野党 我们来看看 民进党立委纷纷晒出 跟总统合照 不是开心毕业 就是几杯合打 立院开议第一天 服务院党先来场参会 凝聚士气 只是会中不知有无触及 这议题 没当面回应的立委转述 总统在闭门后讲很多 分享三项观察 执行会期挑战大 对岸对台 无孔不入 还有蓝白合作会越来越密切 当然也包括在野党团 联手退回总预算案 只要是国家人民第一 相信把道理说清楚 那社会都会理解 也会让在野党 非理性的一些预算的 杯葛的动作 会受到相对严厉的民意的批判 看起来赖清德又气扑扑了 这样对台湾的政治会稳定吗 对预算的推动会顺利吗 可是赖清德的个性就是如此 继续的战狼 我们已经行文给韩国瑜院长 但如果蓝白再杯葛 政院只能不断重复送案 而若协商未果又是一个月的冷冻期 赖清德总统昨天说 总预算被退回这件事情 非常罕见 那柯建民也行文韩国瑜说 院长帮帮忙吧 赶快来协商一下 国家没有预算 如果预算不通过的话 那会酿成大灾害 朱立伦国民党的主席就回击 他说我们是充满 斗气攻击在野党的状况 你们在这个攻击我们在野党 我刚刚讲了 这个某种程度在下岔子 执政党 傅坤齐聚焦花莲 问卓奎 昨天是这个 我们看到总师徐马 第一棒就是傅坤齐 他说你看到人民的眼泪吗 花莲发生了这么多事 铁路还有道路地震 现在波及到旅游业 都担没人 你看到人民的眼泪吗 包括你看到卓榮泰的回应 讲到总预算这件事情 非常遗憾 这是由行政院新任的发言人 李慧之 说总预算退回程序委员会 非常遗憾 而另外我们看到李燕秀 他说刚好而已 你各种的独裁 各种的傲慢 包括禁法补偿 也没有编列 退回预算 我真的很客气 刚好而已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朝野都在所谓的做一些攻防 民进党的发言人吴真讲 接下来蓝白宣传所有的建设都是骗 因为没有预算 那都是零 所以你可以看到新的一个会期 这个朝野的攻防非常非常的剧烈 来委员 事实上这次总预算的退回 你对于国民党跟在义党立场 其实就很简单一句话 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 就这么简单 就是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 各位 这个禁法补偿条例 是三读通过的国家法律 里面规范了 对原住民不公平的那个禁法的过程 你要去补偿他 那你补偿他 你就要编预算才有补偿 你没有预算 预算不够 你怎么编 怎么补偿 所以他的那个禁法补偿 结果最后行政院送来的预算版本里面 他只编了二分之一强的预算 他根本没有办法贯彻 这个禁法补偿条例的修法 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请问各位 因为立法委员 对我们在省预算的时候 我们不能增加预算 对不对 我们只能删减预算 所以你的总预算进来之后 换言之你民进党就强度关山 对不对 你就直接霸王印上工 就就碾压过去了 只要进去以后 你的案子进来以后 那我也只能删 只能更少不能够不能够增加 可是法律三读通过 就是今天禁法补偿 你要增加他的补贴 这第一个而已 各位第二个是什么 跟各位讲 还有包括工粮收购也是一样 他也是故意给你编不足的预算 预算给你减编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也就是那天 民众囊吵的 我们也是三读通过NCC的组织法 结果已经跟你讲 NCC委员不可以延任 任满就离开 不可以延任 民进党就硬要在所谓的 公布施行前 赶快就把那个温伯中宣布 不让他言论还代理主委 那欢言之今天民进党在这个国会里面当中 他完全就自己拿预算 作为所谓的攻击的标靶 可是你怎么去碾压国会 你怎么去碾压今天三读通过的法律 那我想请问 对于在野党来讲的话 我们要捍卫是国家法律的尊严 所以在那一天 那个高经委员就提出来 他也要对为原住民请命 那这也是今天立法院通过的法律 那我们除了用退回总预算的方式 那实际上也退回总预算 总预算是跟你沟通 你卓龙泰你也答应沟通 那就看来沟通 可是到目前为止 你就看民进党态度 我也没看到他想沟通 就是打算用这个东西来去绑架你 道德绑架你 你不让我过的话 你就如何如何 可是他从来不去想说 你是你不合理在先 对在野党来讲的话 我们必须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 然后希望你能够正式已经通过的法律 你看到了赖清德总统 其实昨天某种程度 已经发起了攻击令 我所谓的攻击令是 他要诉求的是什么 民意 我不跟你再也沟通 我诉求民意 我们可以看到 媒体宣传费中央大力加码 编很多 编的是过去的这个 大概是更多 你可以看到 对 百分之多少 65%增加 必须上一个年度 多了快6亿 很多 多很多 而且宣导费前五多的机关 包括内政部 前一年只有0.2亿 现在要涨到2.6亿 这个几倍 十倍 行政院一样扩充到2.2亿 农业部过去我们说 1450就是从农业部 这边滥伤出来的 这也是一样 平的还是1.4亿 不过交通部也变成了1.3亿 教育部也增加到1.3亿 已经增加了65% 这么多的宣传费 他诉租民意 我看到总统也下令说 你们所有的民意机关 民意代表 都要去跟民众多沟通 要给压力 让立法委员赶快把预算给通过 来 请教这个伟翰 现在目前看起来各大民调 包含TPBS 我们就务实把所有民调摊开来看 从5月20到现在是四个月的期间 发生了几个重大的事情 柯文哲是首当其冲 在野党的党主席被收押 那当然我知道台湾存在的部分 就是认为这就是政治迫害 百分之百入人于罪了 那也有人觉得说可能涉案 那就好好查一查 另外郑文燦也被压 所以重大的司法案件 这些纠葛过程当中 这个会其实会这么的对立 其实并不意外 所以在野党本来就有原审预算 或是退回预算的权利 可是民进党采取的态势是什么 你把民调拿出来一看 包含TPBS 台湾民意基金会 或者是进电视 赖清德现在目前的支持度 或满意度 都在四成五以上 那他当然不会退 我得四十趴得票 我现在有四十六趴支持 我有四十八趴 五十趴的支持 他不会退的 連兩岸關係都有四十六趴 叫做得不错 所以他就继续对抗 即使预算过不了 第二个会期是预算会期 我相信民进党 做好了玉石聚焚的准备 就是你就是 但是他在浮华的餐序 跟所有民众讲什么 这么激烈 玉石聚焚 他要把那个责任推回 给蓝白 因为蓝白在党 蓝白不让政府运作 甚至还有讲说 你不用去修什么 什么总统府预算砍一砍 直接把台北地方 台北看出所的预算砍掉以后 柯文哲就被放出来 像这样子的论書也有 所以这种时候就高度对立 可是就在堵一件事情 台湾是中华民国是民主自由 而且是人民选举的国家 所以当民众支持你的时候 你会执政 你会得到权利 但民众如果不支持呢 所以显然这一波过去以后 这个会期这么激烈 那我觉得赛予党 可能也没什么选择 我要强力监督 可如果最后发现说 确实民进党 还有赖清德总统的民调 还在往上升的时候 那回过头来下次选举 他就会继续 那我问你 如果假设赖清德 发现他的民调往下掉 掉到四十以下 他就会改 他一定会改 前子我补充一句 二十几年前阿扁三十九%得票的时候 他的做法跟赖清德 都完全不一样 他知道我是一个少数总统 三十九% 所以他国民党的所有军系的 这些将军大佬 连王生他都去拜会 然后他要组一个联合政府 他找唐飞来当行政院长 他的做法就是希望大家认为说我虽然是民进党的这个总统 我虽然大家讲说阿扁 做总统大家可以拍过来 他说没有 不会不会 我反正只要大家平安 臺灣就平安 他做的是那个路线 可是赖清德 他现在做的是另外一个路线以后 几个月下来发现说 他的支持度不降反增 那他怎么可能会改 他就一定不会改 他会继续冲突下去 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如果民众觉得 所以二七八卷一文 刚刚那一题也一样 民进党是要抗议中国道路误解 二七八卷一文让我们不能参与国际组织 可我同意刚刚三位的这个结论 就算我们跟进 美国也帮我们提案 所以还是可能没有办法参与 有可能结论是这样 可是他就会讲说 当国际社会 澳洲这个荷兰都在讲的时候 为什么就蓝白要扯后腿 就会变成是对立了 所以不断的对立 其实我是觉得我并不乐见 我认为赖清德总 应该要召开国事会议 取得某种程度的司法归司法 预算也要过 国家要前进 这个还是我比较热见 可是如果还要采取对抗的态势 看起来他不会召开 现在看起来不会 对 现在就是会对抗下去 那只要看他民调 要看民调 民调如果往下掉 也许他就会低头了 我们进行下广告 好 柯文哲现在被羁押 那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党 昨天在立法院开议的时候 八位立法委员包围主席台 并且他们强力质询一个单位 NCC 我们看到黄国昌火力全开 他直接点名翁伯宗 他说你是绿梅小弟 你担任NCC的委员 连资格都没有 这个卓龙泰说现在有资格 卓龙泰声音就比较小 黄国昌声音就很大声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昨天现场火药味十足 那院会休息50分钟之后 民众党团他有提出一个权疑问题 要求确认我刚刚讲的翁伯宗 NCC的代主委 是不是具备这个被询的资格 才要让这个卓龙进行施政报告 那韩国瑜才是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他说我不处理 我不处理民众党团的提案 那当然绿委民进党就一片叫好 拍拍手 那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这个黄国昌冠上了所谓 翁伯宗是绿委小弟这个名词 那当然我们看到在静电市 相关的申请案里头 NCC的公正性 以及独立性 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黄国昌他指出一件事情 他说NCC可以花四万块送礼 而且是由其他媒体买单 这样可以的吗 可以吗 我们来看看 开议第一天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以上场指导院长卓龙泰 为保护院长民进党立委卡在正前面 就人肉盾牌直接面对第一线攻击 NCC的副主委送礼 广电媒体公司买单 这样对吗 黄国昌直询台上 下午出资料 这一箱海鲜礼盒品名与产品 要价四万一千元 但上同的统编 却是新竹一间广播电台 送礼的时候 你找别人来买单 找别人来出钱 这个在行政院的官征礼 可以吗 这么简单 这么明确的问题 这样的行为就不被允许 对此NCC表示尚未到货 翁伯中就已经先付款 留有证据 费用由特别费付款 主机室 秘书室都已核销 而根据翁伯中 当年度特别费 二十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元 光一份礼物就花了他 一年特别费 近六分之一 显见送礼对象 对翁主委而言 肯定很特别 所以我们刚刚还在看这个高级海鲜 有多高级 我们在想说这个 这高级海鲜怎么可能 只看到这鱼块 大概三块 然后底下是可能有干贝 据说这一盒海鲜 这盒海鲜很贵 可能是有机的 四万一 连发票 这个很瞎 我们有时候也会收到别人送的礼物 里头不会有发票 这个发票都塞进去了 而且是某某广播公司 新竹的一家广播公司送的 所以洪国昌就很生气说 你NCC送礼 可以叫业者买单吗 而且你是主管机关 你叫这个家广播公司买单 这样想我一下 NCC有澄清 说没有 我没有叫业者买单 这是特别费 我们自己买的单 不可能叫业者买单 另外法务部说 已经请正锋来了解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是 昨天这个开议 我们看到非常的精彩 为什么 因为其实NCC这一连串 这个操作真的是很夸张 首先是上个会期 其实立法院已经三读 通过了NCC的组织法第四条 也就是NCC的这个委员 或相关的这个主委副主委 他们在过渡期间 现在就是一个过渡期间 他不应该继续的留任 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现在行政院 就用NCC第十六条说 没有这个时间点 是要不是等 不是之前总统 已经公布的那个日期 而是要等行政院 看他们什么时候公布 才能正式上路 所以他就故意用这个漏洞的地方 开始玩 开始玩这些文字游戏 然后让这个翁伯中 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真的是绿梅小弟的这位翁伯中 继续留任在这个位置上 那怎么说呢 昨天黄国昌委员他就爆料了 首先这个翁伯中 我们也觉得很傻眼 第一个NCC是一个独立机关 他应该维持他自己的独立性 怎么会去送礼 还送到四万多元的这个礼 你们有掌握他到底送给谁吗 有六份 一份是四万一我想这个NCC要出来说清楚 怎么会送六份四万一的礼 那因为连这个公务人员相关的这个连政的规范 是大概有一个金额 一个上限大概到三千 那四万是已经超出十倍了 是什么样的人这么贵重 需要你送到四万 而且发票上面抬头支付的人 居然还是一个媒体的公司 一个电台 所以我们就要问了 这个NCC翁伯中 你背后是不是跟某一些特定媒体 有一些利益的输送的往来和关系 然后你是要特别把这些四万多的礼 送给谁 去让这些人给你一些支持吗 还是要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利益或好处 这个应该都是要站出来讲清楚的 所以昨天黄国昌委员才会这么的生气 那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也是认为这一连串NCC的操作 真的是非常的过分 所以大家就举这个牌子 那我要接一下刚才 就是前面这个罗产委员有讲到 为什么昨天会有这个总预算案的 我们要把它退回去 这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能源 其实今年总预算又多了一千亿的能源 要补贴台电 可是各位朋友 我们其实大家已经在涨电价 今年四月涨了百分之十一 接下来十月又要涨电价 其实大家不断的一直付钱给台电 去补他的这个缺口 那今年为什么总预算 那又要再多一千亿 其实过去四年 不论是我们从总预算的这个补贴 还有从这个经济部 对于台电的增资等等的 其实已经对台电做出的差不多 已经是五千多亿的这个增补了 为什么到现在赖清德政府 卓榮泰他们都还讲不清楚 我们未来台湾的这个能源占比 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分配的 都完全没讲清楚 那我们怎么可以让他这个 这样的总预算冒然的就过去 所以他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政策 做出更好的阐述和说明 博弈 先讲欧伯中是NCC的代理主委 NCC刚好你讲很清楚 独立机关你送什么礼 你是独立机关好吗 拜托一下 你是公正公正公立的 不会做出任何偏台任何人的事情 严格来说你不能有朋友好不好 送礼 好送你就算了 还送四万一 对不对 这太离谱 好不好 离谱都没有收购这么贵的 公立规范三千 对啊 三千以下为限 你送四万一 因为他是独立旗 他送了十几年份的礼 送了十几年份的礼 对啊 他送了十几年份 而且这看起来他是被框 怎么会这么贵 对啊 莫名其妙 廉政规范之外 真的太独立了 他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 超懒中立 这怎么会这么离谱 太离谱 而且更好笑的是 他已经这么黑了 居然还敢沿用旧法 指派他来当NCC的代理主委 完全不甩 之前三毒通过的NCC组织法修正案 一来 搞不好他就送这个离啊 所以通过 那六个看一下 那六个看一下 一定是重要人士对 所以这件事情 代表一个什么重点 就代表了赖清德 接下来会期 一定是跟在党对干 不用问了啦 他根本就不怕你 他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东西 所以之前赖清德不是才 三个观察 请了那个民党立法委员吃饭吗 里面说什么新会期挑战大 还有什么中国对台无孔不入 这议题不是重点啦 重点是第三个 重点是蓝白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 民进党要有所因应 他所想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也表示 接下来赖清德态度会非常强硬 而且他不只会强硬 他会不甩你在党的想法 他会灌着他的意志 因为刚刚武汉跟讲很清楚 他的民调够高 他不会怕你 赖清德以前在台南市的时候就讲过 不禁议会就不禁议会了 两百多天 对两百多天 但他怎么骂 连民进党的人都不敢支持他 他也不甩你继续走下去 这就是赖清德以意孤行的态度 我没有一见 但问题是 他有一句左荣泰他讲的话 他说在餐会里面 他说即将到来的预算会期 他们民进党没在怕的 我给你们报告 在党也没在怕的啦 第一站退回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这第一站而已 接下来不止有这个媒体的业务宣传费 还有个很好笑 还有就是 如果会捐给海基会的金额 也暴增增加四十趴 从去年的一亿八千万 到现在的两亿五千多万 还有教育部编列了七十六万 将近七十六万的预算 去中国考察 民进党政府不准民众去对外考察 自己教育部编了快七十六万的预算 到对外考察 这些经费这些预算 我相信在党一定会好好守下来 守护民众的荷包 其实昨天还有一个就是说 韩国瑜在内部会议 对于国民党这些委员说 我们要用爱还有用包容 来去质询来去沟通 那卓隆泰也非常的赞成说 对我们就是要诚意沟通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这些不管是韩国瑜 或者是卓隆泰这些高层的人 其实都希望朝野能够是互相合作 能够用这个善意 能够用更大的这个卫民服务 这种福祉的理念来去做事 可是你看到现在蓝白的态度 尤其是黄国昌 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 其实无助于政府之间 跟国会的沟通 尤其是你看昨天质询 左翁泰都是非常的微笑 而且都是这个用比较那种 缓和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黄国昌 不断的喷口水非常的激动 可是黄国昌这么激动的质询 对于事情的本身并没有帮助 其实大家想要看到的是 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替民众争取到更多 所以刚刚讲到赖清德 其实这阵子以来不管是打贪 或者是打房的成效 是很得到民意的肯定跟认同的 所以民调才会这么高 同样的我们的行政院 在很多的做法上 大家也会认为说现在卓隆泰 其实是更多希望能够跟朝野沟通 能够有更多的互信 所以刚刚讲的NCC组织法的修法 当初在修法的过程中 就是因为蓝白急推的这个法令 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讨论等等 后来所修的法令就有一个漏洞 说由行政院公告之 所以这个法令到了行政院之后 可能行政院也提了NCC的委员 但是蓝白就一直不省这些委员 所以到最后演变成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是大家所不乐见的 所以包括翁伯中的争议 包括这一连串的事情 其实就是过去一直以来 朝野对立或是蓝白 一直极力的去杯葛 所衍生出来的这些 所以民众更想看到的是 大家好好的坐下来 针对现在民众所比较在意的 不管你说NCC主委的委员 能不能去好好的审查 或者是现在大法官的提名 能不能好好的审查 而不是为杯葛而杯葛 把总预算全部都退回 那你刚刚讲的这些禁法补偿等等 也可以到委员会去讨论 大家好好的去讨论说 民众到底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预算怎么样才是够的 而不是全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讨论都不讨论就直接退回委员会 就像之前的国会扩权法案也是 过去大家都说委员会主义 应该由委员会去讨论 现在没有了 蓝白多数就直接给你表决 直接给你否决 直接给你退回 这些完全没有沟通 完全没有协商的动作 也完全没有讨论 都不是民众想要看到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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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